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可以赚不少钱 于是 捕鸟人在竹竿顶部上抹了许多年鸟的胶液 然后取起竹竿 慢慢地移动脚步 想要靠近那只鸟 眼看着竹竿就要碰到鸟儿了 捕鸟人的动作也变得更加小心 在这个时候 捕鸟人突然觉得脚上一阵刺痛 它低头一看 发现一条眼镜蛇正快速地离去 而它的脚已经被眼镜蛇咬了一口 原来 捕鸟人只顾着桌树上的鸟 完全没有注意到脚下的蛇 眼镜蛇的毒液迅速流到捕鸟人的全身 临死前 它伤心地说 我光想着去害别人 没想到 却让自己丢了性命 我真是活该呀 小朋友 今天的晚安故事就到这里咯 晚安 亲爱的宝贝 祝你有个好梦